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玩努力的工作 那整个课程上的安排呢 其实可以让小朋友们学到很多 在他们平常上课的时候没有学到的内容 比如说室内乐的内容 然后管弦乐团的内容 学习怎么样子跟大家产生互动 那么这种学习呢 对于小朋友的音乐性的发展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它提供了一个日常学校学习以外 更好的一种学习方式 希望呢 借由这一次的音乐营 那小朋友都可以跟很多不同的老师 学到很多不同的吸收老师 不同的经验跟知识 然后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也还有从其他的小朋友身上 也有很多互相切磋 然后小朋友回去之后要记得 在这里所学到的新的经验 然后回去继续努力的学习 那明年还要记得再来哦 所以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新的经验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 除非每次都可以在这边 然后可以在这边 所以我们在这边